原标题,这一运输机最近失事,新闻究竟如何? 其性能还是比较好的见了年来,有关俄军机在许事室的新闻经常可以听到。 禁运,据媒体报道称,俄空天军的一架M-26运输机,在赫梅米木空军基地降落的时候坠毁了,机上的全体人员全部遇难。 根据报道,在飞机上有33名乘客和6名机组成员,都是俄罗斯的军人。 这次的飞机失事对俄罗斯来说总是很大,是一个不幸的事情。 除了为这些遇难的人员感到惋惜之外,人们不仅有这样的一个疑惑。 这款运输机的性能究竟如何呢? 是不是因为这款运输机性能不行,故障率很高才导致了这次的悲剧呢? 其实这一款运输机在历史上的表现都是相当出色的,很少有实事的现象。 但是这一运输机所诞生的年代,也是比较久远了。 N-26运输机诞生于苏联时期,由著名的安东诺夫设计局研发设计的。 这一运输机是在N-24的基础上改进而来的,采用了双发的螺旋桨发动机。 虽然说体量比较小,跟次发的N-12几乎无法相比,但是动力还是十分强悍的。 而且作为一型短程的运输机,其运载能力也是相当出色的。 N-26运输机早在1968年就进行了首飞,直到1969年投入使用,这一运输机在苏联的服役生涯当中表现良好。 不仅如此,这样良好的招牌,还吸引了国外买家的注意,一些苏联的盟友也引进了N-26运输机。 比如波兰、匈牙利、罗马尼亚、古巴等国就非常青睐这一飞机。 N-26的用途有很多种,不仅可以运输物资和人员,还可以作为特种飞机来使用。 比如有兵员卡探版本的,消防救灾版本的,电子侦察版本的。 甚至,中国也在上世纪70年代引进了这一飞机,并且加以改进。 比如运期、新收六十等都属于改进版本,主要的用途还是运输、空投、空降等。 在中短程运输机领域,N-26算是其中的一个佼佼准了。 虽然说这次坠毁带来了极大的人员伤亡,但是现役飞机的坠毁,总是不可避免的。 也不能仅仅因为这一次事故就不认了N-26的性能,因为在好的作战飞机,如果在大量使用的情况下,还是有可能发生故障,甚至导致坠毁的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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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